昨晚美股又连续两天大跌 最新的消息就是加州出现第一宗变种病毒 就是Omicron第一宗的个案 所以大家都怕是否疫情会越来越严重 牵涉到多些地方 而且开始看到很多国家都开始收紧防疫政策 会不会又进一步影响大家经济复苏的情况 对于股市的影响你会有多大 OK 其实看着整个Omicron的发展 我觉得整体来说短期的 对于一些经济复苏、旅游概念那些一定是打击最大的 因为大家会立刻很快会联想 是否都有机会影响到经济冷却一些 尤其是旅游关系 你看到一些Airbnb那些 其实从高位出现业绩就炒到上去 然后就轮轮得很快的 这个是明白的 这个大家都会明白因为你有防疫措施 或者叫做收紧旅游关系 但是如果真的就着疫情发展 是共存的 或者是 所以其实大家就会想 可能未来两个星期 其实大家就要看着 除了传播之外 就是要看死亡率 那死亡率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到 是否会想到是否会想到 但是如果真真正正 我会留意到西方国家的政策的决策者 或者究竟他们自己的医疗专家 其实由他们决定做过医疗 就是给他们做过共存的时候 他们其实最关注 就是大家知道体质的位置是什么呢 都不是关于传播率还是死亡率的 而是究竟重症的情况 因为其实呢 虽然好像很刻心一点点了 刚刚有一次跟新加坡那边做开节目 听到那边的人在这里说 其实就是说共存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是怕 如果你有个重症 令到整个医疗体系崩溃 那一刻才是他们最紧张的 所以这种感觉就是说 原来如果你中间 就是由传播中招 到重症到死亡 原来重症这段不严重的 直过的 其实可能他们都不是那么紧张的 这个是黑心一点的 但是因为听他们的关注 似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这一件事 可能就是我们要看实了 那变成我们现在这一刻 市场一定会害怕相关的消息 但是你说其实 是不是真的说市场一来到 立即很害怕 或者最少会立即联想到 就是会不会像当年的三月呢 就是大概2019年的时候 对了 其实我觉得有几方面去看的 用着上个星期五到今个星期 一个市场的反应 其实你看到本鹰不算太害怕的 甚至都叫弹过一两天 然后才再去 但是我们就要想了 其实过去这两晚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是美股的 大概中午时分 都会开始突然走低一点点呢 我觉得除了Omicron这个消息之外 还有另一个就是鲍威尔 是 转鹰这个东西 其实转鹰也挺厉害的 前晚说的那一刻 当年已经吓死市场了 但是其实昨天晚上 已经站上去的 但是如果在香港时间 又是大概12点、1点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继续有出来说话 即鲍威尔那些 其实他们都突然没有特别 其实我觉得他们好像不知道在做什么 好像在铺排一些故事 还是不知道究竟是斗气 其实本来没有什么提的 他们突然说 是的 所以我们要继续 有机会真的来下个会议 会讲tapering加快完结 突然提回这件事的 明明昨晚没有什么 不想提的 那一刻其实市场又有点点走远 你看到后来 美股在香港时联合3点多钟 一见Omicron的消息就立即去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者看着 但是我给我们的看法 就是预计如果西方国家 觉得不是重症那么严重 那我们相信应该Omicron这个人的影响 就不应该完全复制 19年3月那种恐怖的情景 即是股市 第二就是其实因为到了月中 就是联储局就会开会了 那我相信这段时间 就是市会借势在做整个整顾 去priced in 究竟会不会到12月14日 究竟联储局说话的时候 就是会更 就是现在所说的 比较嬴的情况 所以我自己会看 在未来这两个星期 大家就不要这么用的 是的 因为你在等两个消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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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